以国外旅客的角度挖掘台湾特色 老板刘欣本身是香港人 但他设计出大众旅客对台湾有所共鸣的图腾 渐渐将稳创与在地结合 将台湾文化延伸出无限可能 其实我就算是用我自己的早度 一个就是也是旅客的早度去看台湾 然后就是设计出来的东西 其他旅客还蛮有共鸣的 然后慢慢就是我认识台湾比较多了 然后我就开始设计一些台湾图腾有关的 就比如说上我的耳环 就其实是从台湾的地砖花砖去演变出来 那我也有做一些跟又海棠花玻璃啊 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中 就是一些台湾老吴穿花之类的 就是慢慢从真的对本身认识台湾珍珠奶茶 然后到南白陀大同典国 然后再演变到我发现台湾的不一样的点 然后去变成我的商品 不仅台湾文化 还有世界经典名画也缩小成可爱的刺绣品 成为传统又时尚的单品 全店拥有800款流星自己设计的图样 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 化为刺绣品呈现 他也让大家参与设计 客制化是他创品牌的核心概念 我们这间店就是主打是客制化 我希望因为出去我自己也很爱逛选品店 但我觉得蛮多东西其实都一是一样的 有可能那个东西是我喜欢的商品 但是没有我喜欢的图案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间店就是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 现在大概有800款 就我自己设计的图案 然后也有很多我设计不同版型的商品 然后让客人可以现场来到客制化 我希望客人会来到就是觉得 设计不只是设计师的一个创作 他都可以参与在其中 然后他也有就是可能他要送礼的 他也有为他朋友去想过 那什么东西适合我朋友 什么图案是代表到我的朋友 然后我们这是有特意设计的一个包装 然后这个包装的话它其实看起来是一本书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品牌 我希望客人收到我们的商品 或是来到我们的店 或是认识我们的品牌 都像打开一本书一样 然后我们这本书打开 就是你可以放上 你为朋友去选的商品 然后里面就也有一个留言 就是向流星许愿的礼物来罗 那就是那个就是我 就是礼物都是我为大家准备的 然后这个打开也有一个少少的我这样子 在里面 然后这边拉开 都有很多不同的图案 然后大家来到就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一些图案啊 就是自己搭配 然后送礼或者是 就送制纸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当之前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做一些防疫上官的商品 那你就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图案 然后我们店员就可以现场 帮你客制化 然后现在就是解封了嘛 就比较多客人会会挑这个护照套 对我们也有问一些客人 你是要准备出国了吗 客人就说没有啊 就觉得要准备起来 命令就出国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今年送圣诞礼物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商品 然后就是可以来到挑 就是为你的朋友去挑一个适合他的图案 跟适合他的商品 然后送他 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开心 这边比较特色就是我们现场有刺绣机 那除了你跟他挑客制化礼物给你的朋友以外啊 你还可以就是现场 这个名字可以现场手写 或者是你可以签名 那你可以亲手写他的名字啊 或者是一些留言给他 然后我们都可以帮你秀到商品上面 然后就是送他又更独一无二 专属那个朋友的感觉 刘欣来台湾环岛旅行 因为很喜欢本岛文化 萌生留在这儿的想法 因缘机会认识在地业者一同合作 将自己的手艺结合发想 才成立了原创刺绣品牌 我大概是六年前 然后那时候是刚毕业 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台湾的文化 就是很文青的商品跟一些市集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我毕业之后我就来台湾旅行 然后就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 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了一个青年旅馆的老板 然后他就是邀请我再回来台湾 然后就是后来过了那个暑假之后 那我就一个人来台湾环岛三个月 然后就是当中的话我就一直住在青年旅馆 所以就是在台湾不同的地方 都有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就是觉得很喜欢这个文化 很想留在这边 然后就刚好那时候 回到就最初认识的那一堆夫妻 他就要开新的点面 然后在北门 然后他们就很喜欢 也是很喜欢 就那种很文创商店 然后他就邀请我就跟他一起合作 那时候我就留在就是北门那边 开了我的第一间店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青年旅馆 楼下的一间扫店 所以都会很多背包客 然后我就观察早上 觉得这样不行 我一定要有一个元素是有特色的 然后那个时候是没有人做刺绣 因为我自己也很爱买一些刺绣的东西 我就想这个 就是一般做背脏啊 或者是绣到衣服上面 这个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一个新的品牌的一个主要元素 然后去延伸不同的商品 然后就是慢慢开发成就像今天 那么多不同图案啊 不同类型的刺绣商品 这间店从设计到家具组装 装潢理念 个性化商品 都是流星一手包办 他形容这间店是活的 一直在更新 让消费者每次来都能感受不一样的氛围 然后这次改造就刚好就是让我真的是重新整理 我一个人从环岛的时候 然后后续开店啊 然后慢慢怎么一步一步 就是可能我们会去摆不同的展览啊 然后就是不同的合作快散 然后可能会出国参展这样 就是就是一步一步都是见证我们的一个 就是一个故事啦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就是说故事的方式 来跟客人去就是让客人去知道 我们创作的故事 民众可以透过这些小小的刺绣品 连结生活周遭令你有感的事物 进而将文创艺术融入生活中 就像流星将自身家乡香港的特有文化 也化为图样传递给大众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这个香港有不同的图案做出来啊 也会就是一样不认识香港的一些朋友 会从透过这一个图案 想要去更了解到香港的就是各种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特色 我们最刚开始就是希望这个刺绣 最少找的图案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图案都会代表每一个人 我看到一个图案 比如说我很爱喝拿铁 所以我的朋友看到拿铁都会赏到流星 就是我想就是很多不同的图案 然后你都可以就是联赏到你的朋友 就是成为你跟你朋友之间的联系 对如果你朋友可能带着你送的东西 就我现在还遇到蛮多客人 他会跟我说 我是三年前跟你买一桌 然后他都还就是别在包包上 那就是无形中成为了我跟他的一个联系 每个图案都可能代表着 每个人的个性 形象 透过这样的连结 大家互相认识彼此 也将流星的刺绣 永远留在别人心中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